所以一開始就打算給它有理念 有主題性 那麼有理念 有主題性也就是面臨著煙火要改革 要用科技 使它出造型 那要出造型就是從05年開始 我們就中心在研究那個芯片煙火蛋 就是用電腦晶片啊 給那個煙火蛋裡面裝上高科技的那個頭腦 讓它知道它什麼時候它要離開地面 什麼時候在空中要炸開 這樣它就能夠出造型 這個創意因為我跟那個古吉 就是紐約的那個煙火公司叫古吉 一起在那個摩馬那個計劃的時候 2002年就在紐約的東河上打出一個彩虹 你在嗎 那時候 在 還有一次是中央公園 對對對 那時候是已經開始用芯片煙火蛋在做 但是它的問題就出在於在很大的野外啊 用那個芯片煙火蛋打的彩虹啊 它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在鳥巢上空 那個幾百米大的那個爆炸是不現實的 一個是人都看不到都是看一個幾步 另外一個那個發射的安全距離也沒有 比方說要做一個個大腳印 那這個煙火要做一個大腳印呢 你足以把那個煙火做成四五百米大的腳印 因為為什麼每一個彈它都離不開它的物理原則 它的物理原則就是從中心爆炸向外破張 那一般來說一秒鐘可以炸開成為一百米左右這麼大 砰 這麼大 一半出去五十米 一半出去五十米嘛 這樣直徑就一百米了 那你要把它劃出一個有輪廓的腳印 那至少要五百米大的腳印了 是吧 要不你如果是說一百米的腳印 那等於它是滿的 就像一個枕頭 所以它打脆了 打脆了 所以就是打得很低 那我在谷歌海姆這邊在部展的時候 就那個已經就被那個澳洲裔那邊有人來打招過 說那個看起來這個環案一直沒通過 最近又碰上了公安部 擔心現在整條中桌線布滿了那個炸藥 在安全控制上很難 所以要趕快來解決這個問題 不然這個腳印可能要撤了 那因為我又回不去 就是那個馬文就趕回去了 那回去看起來就一片那個 一片哀歌 就是四片祖歌 然後在這種時候剛好我們有一個 在北京有一個世人叫陳楊文 那個傢伙他就很有意思 他從小就一直說 為什麼不能再貪貪 用厭惡血毛主席萬事 很小就這樣想的一個人 所以他就我剛到北京準備奧演工作 他就來找我了 但是他說的話我聽起來好像也沒什麼用處 就是說我就用傳統的砲打出一個能夠打出五環 我想像我們在做芯片那個高科技的煙火彈都打不出來 因為想了一個事情 也不把它當一回事 但是我在離開北京之前的那個原地 他就說他能夠打出五環來了 叫我看看 然後就我們說行啊 先短信到手機來看看吧 那就把錄像短信到手機上 看打一個環 還挺他媽還挺好的 那就是說用這個彈要研究到 它到多少高度的時候亮起來 多少高度是自己滅掉 這樣就算的 我 overview第二天 我 überhaupt還是共同ástico 有一個 veto 麻 dov得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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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